欢迎回到这一集的天下新闻 继续带您关心南加州其他的地方新闻 台湾国宝级的木雕大师吴荣次 从即日起到3月15日 在新来寺的佛光园美术馆 举办《吴荣次世界巡回木雕展》 吴荣次从事了木雕40余年 早期是从事民间的神像雕刻 2011年应邀至台湾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从事了十八罗汉 还有八宗祖师的巨型石雕的创作 在星云大师的鼓舞之下 雕出了栩栩如生 呼之运出的历史传奇人物 可以说是白天也在扣 晚上也在扣 为什么等于没有休息 晚上是睡了 睡着了 头脑还在想 要扣什么扣什么 一直想 你想通了 赶快起来扣 不然明天就忘记了 所以好像有点 人家说做创作的人 好像神经病 应该是这个原因 希莱寺住持惠东法师表示 吴隆寺的作品将文化 艺术佛法结合 希望大家欣赏木雕作品时 能细细品味中国四大名著的文学美丽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以四大文学名著为主题 所以大家来到希莱寺的佛光园美术馆 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喜爱的 比如说诸葛亮 比如说孙悟空 像这些呢 在我们通过欣赏 吴隆寺老师的木雕艺术的同时 也可以在内心来寻找 自己在学习文学 艺术的时候 内心所塑造的一些人物的形象 此次展出 吴隆寺近百件木雕作品 内容以中国四大经典名著为主 结合历史传记 传承中校结役的作人之道 发挥作者的想象力 希莱寺欢迎各界人士把握机会 前往佛光园美术馆参观 战期至2015年3月15日 天下卫视综合报道